男子女的拖击的力气 在怎么会长出NRI的地方有影响 这是第一方面要讲抗耐药 是一个湿度的问题 第二,做击加光线射点 功能测评 这个测评的测评 我们让万者口服点药材料 口服点药材料之后 在1小时,3小时,24小时 分别测评讥体外的辨论性 加密方式性 加密方式性 然后来计算它的射点率 同时描绘着射点曲线 描绘着射点曲线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射点功能的测定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优统变成这样的时候 来监测射点曲线 射点曲线 就会发现 夹抗患者 它的射点率就比较高 也就是夹抗患者 它就会把这个热门的组织 射得去到前面 那我们的射点 同时射点的高峰时间更浅 射点的高峰时间更浅 相反的 甲测射点的范图 射点的高峰时间更浅 射点的高峰时间更浅 如从不良反应来讲 扁调参用的组织 所以我们以前过大 破坏的甲测射施 过多出现 甲测射点的减退 出现甲测射点的减退 所以说我们在 实际中 这个给药测射点 做一个甲测射的手段 要注意 严格掌握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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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射一切 刚才有个不良反应 如果一旦夹以下 甲测射点的减退 我体会 要积射补充甲测射点的基础 国外报道的时候 用点131 用方释射点 指导甲测射 十年之后 出现这个甲测射点的减退 发生率 30-70 各种文件报道 所以说 发生率就是 30%到70% 就靠得这么大 这就是各种文件报道 也有这样的结果 30%到70% 那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国内来讲的话 因为可能就是在这方面 还比较净 市民企业企业 市民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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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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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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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国内 第一年的 第一年的 市民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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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可能另外呢 对于重症病理来讲的话 对于重症的假康患者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有点高三消息量过大 有可能会导致假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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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因为什么 大量的假康限制被迫害 失望出大量的习俗 所以我们需要先用七段康奖 在迷藥控制度的迷信之后 等到就患者了 几乎那些的迷远 几乎那些明显降低之后 再度放进去迷迷的迷迷 再度放进去迷迷的迷迷 最后我们对康奖的 这一奥物是非常受伺的一奥物 这一奥物是非常受伺的一奥物 大家在这一奥物 最主要的作用方法来讲的话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主要的对政治条件 对政治条件 那我们说可以通知假康患者 因为交感兴奋或导致的 无心灵价害 其实说你能强外的一些成状 同时呢 别人说的主要的 不会开放文道的药物做出 不会犯文道的药物做出 但是呢 我们说单独说 别人说的主要的假康患者 做不太有钱 让他必定是一个 对政治条件的药物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 对政治条件的阻断药 在雷子房上 如果能够制造假康患者 这种作用的变化 所以有关的药物 不用来使这个疗效 更缺度 更显著 相产的一些 对政治条件的作用 对政治条件的作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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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以控制感受的症状 尤其是在流量的一套 放映性癌症癌症癌症 出现之前 要有用的症状 控制感受的 輔助治療 在假症状危险的時候 精裂症癌症的症状 也能夠有受的幫助 做過危險的行動 有些不可能做其他症状 假症状患者 既不能流量的藥物 也不能給亂的刀牌 手術怎麼辦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 控制症状態的術 控制症状的術 假症状患者準備 我們剛才講的假症状患者準備兩個疊 這個疊状患者先是給亂的藥物 當疊状患者給大家點進 除了這樣一個疊状患者之外 我們還可以考慮人生的病藥 因爲什麼呢 人生的病藥也可以使得腺體 變小變嫩 我們一般也是兩個疊状患者 所以我們假症状患者 所以我們假症状患者 臉科也和流量的藥物聯合 做一個術性的病藥方案 出動的病藥方案 另外假症状患者 如果說有受症状患者 雖然說他做症状患者 最好是有一個 用流量的藥物 所以大家的點見 是這個限制的 是這個技術的合成 做一個控制 但是在情況下 假症状患者 需要做緊急手術 不一定是做假症状患者 要做緊急手術 對於假症状患者來講 做手術就是一個應激狀態 應激狀態也不必 假症状患者 在對於假症状患者 如果說需要做緊急手術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在手術上 要做一個保護措施 就是保護措施 對中治療 從不良藥來講的話 主要注意就是說 不良藥主要對心做法性的 對希望的發誓的作用 對心做法 我們不良藥主要對心做法 也就是對他一個手的性能 一直取得了對他二手的性 對於希望的發誓的 對他二手的性 所以這些跟強大腦 都串起來來想一想 然後還有兩個要合遇的TSIH TSIH是 維其所設計的 錯假症状患者 錯假症状患者 學業當中 TSIH水平變化 可以轉變假症状患者 公平的狀態 而且一般出來 假症状患者 假症状患者 改變的時候 剛才能夠改變的時候 學當中TSIH水波動 比七三七七更為明感更遠的訊息 學當中TSIH水波動 更為明感更遠的訊息 學當中TSIH水波動 更為明感更遠的訊息 那麼 TSIH水在臨床上 還有一個什麼應用呢 一個做就是TSIH水平 TSIH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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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目的是什麼 來間別假光跟減減對萬輪的病變部位 病變部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現在是它的趨勢點 TSIH水平 它有什麼做呢 例如換所註射 計算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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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患的涉典率 或者是涉典率的整個變化 就是涉典率的監測 我們放進去 我們放進去 為了我們剛剛的設點來 我們要放進去 所以之後 來接著這個造型 放出性 來從來破壞這個設點 如果說 我們給冠者 注射TSIH水平 可以講到 檢減的檢減 檢減的檢減 檢減 如果我們發現 那設點率 增高 包括這個 全靠外 這個積極點 這個量 我們可以判斷 判斷 這個 甲中心的 症的功能 是正常的 我們也就是說 所以冰邊位 應該在 甲中心上 在距離 甚至在氣溫腦 在距離 甚至在氣溫腦 所以如果說 你發現 這個TSIH之後 這個能力 可能會有辦法變化 取代代代代代代理 也可能會有辦法變化 我們就認為 這個問題 可能是在甲中心表現 這個問題 所以 TSIH 可以講到內容的氣力做 對於外人 外人的TSIH 知道 如果個甲中心表現 是正常的話 它設定率一定會成功 設定率一定會成功 如果說這個甲中心表現 問題 萬一是TSIH 對它沒有錯誤 它設定率 不會反應不一樣 不會反應 所以說 通過這個TSIH實驗 可以來判斷 間別診斷 甲中心表現 患者 病原部位 終於是在甲中心表現 還在它上部部位 感覺已經在心腦部位 以這個提案來訓練 我們來間別 甲中心表現 甲中心表現 另外 它還可以提高 甲中心表現 或甲中心表現 不然一定會設定率 這點要很容易理解 現在在尋出的時候 比如說 甲中心表現 甲中心表現 用當中 以前是甲中心表現 甲中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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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尤其我們點到 還要來這邊治療的時候 最可能可以 用點心來治療 可以扶持甲中心 或是放心點治療 甲中心表現 所以甲中心表現 增加 來增加這個點 和放熱器的點 是要消耗 增加放熱器 是要消耗 那天然去 目前在臨床 咱們國內 臨床上 據我了解 沒有 沒有平衡 但是 藥物是可以有 可以有 但我們不能臨床 沒有平衡 原因 太鹹 沒有臨床 沒有長大病生 TriH 是丘腦分泌的 醋 加盤激素 實況激素 那麼 現在是 作為丘腦的激素之一 現在也是 已經是一個 公平的實況 但是 同樣的 國內的理想法 沒有運用 TriH 在一方 如果說 需要運用的話 主要做一個什麼 做什麼呢 做一個TriH 性能的實驗 TriH 性能的實驗 來檢測 水液當中的 TriH 的含量 檢測水液當中的 TriH 也就是說 我們首先 檢測一次 檢測一次 水液當中的 TriH 質 然後呢 在境外注射TriH 200到500個 然後在這幾天 TriH注射之後 15分鐘 30分鐘 再分別檢測 水液當中的 素降 加分天氣 TriH 然後我們來觀察 一個曲線的變化 一般的曲線的變化 那我們通過這個TriH 來做這個曲線的變化 或者通過這個TriH 去心中的實驗 來做哪些整個段來處 來做哪些間諜的整個段 第一個 對於假抗患者來講 對於假抗患者來講 假抗患者學當中 幾乎層是比較高的 其乎層是比較高的 那麼假抗患者的 其乎層是比較高 它會抑制其乎層 會抑制其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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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它會抑制 對上流的TriH的反應 就是說 假抗患者 它會抑制 對TriH的反應 不是減弱的 不是減弱的 所以說呢 通過TriH實驗 通過TriH實驗 實驗 間諜整段 引進一心的假抗 原來 間諜整段 神經患者生 什麼樣的 沒有靈芳表針 沒有靈芳表針 和非典型 不典型 或者非典型 所以假生狀型的 假生狀型 抗界律 比較類似 人就說 沒有靈芳表針 但是 它有確實感情抗性的 假明患者 可以用下一個虛弱實驗 來承斷 對於這類 一心假抗患者 能通過 下一個虛弱實驗 的時候發現 這個反應時間 所謂減弱 或是這個體驗 所以 非典型高 不正常 或是小量的診度 或是不正常 你們就會看到 這個患者 實際上抗患者 因為假抗患者 因為假抗患者 隨時 對下一個虛弱實驗 另外 另外 神經觀念 神經觀念 就是它的神經方表現 跟假抗患者表現 相似 都是情緒容易激動 容易怕熱 這樣子的表現 但是 神經觀念真的患者 它的假抗患者 是正常 而假抗患者 假抗患者 假抗患者 對垂體有反規意識 神經觀念真的患者 是正常的 所以說 神經觀念的患者 它的TSH心動實驗 屬於正常的表現 對於萬一的假抗患者 神經會分離 TSH 和分離的增加 對於假抗患者來講 隨時對TSH反而是減弱的 因為萬一的TSH 它現在的TSH 都會是減弱的 或者不變的 所以說 通過TSH心動實驗 可以在一方面 診斷人性的健康 同時會 間別診斷神經觀念 就是假抗的感情的外面 對於假抗患者 跟減弱的問題來講的話 假抗患者來講的話 假抗患者來講的話 也是主要來判斷 它的病面部位 病面部位 那麼說 假抗患者不能減弱 它的病面部位 可能在哪裡 可能在階級上 可能在階級上 可能在階級 可能在階級上 這三個主要的部位 那麼就是 如果有TSH心動實驗 來判斷 這個病面部位 究竟是在哪裡 階級 限定的階級上階級 還是階級上階級 如果說 我們發現 通過TSH心動實驗 成為一份過渡 對於TSH心動實驗 終於增加了 這個結果 我們會判斷 假病院 可能是在假抗患者上 這一點非常容易 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在講得分解的時候 講得分解 講得分解 但是 它這個 垂直和輕鬆是正常的 這樣我們對於 萬一的TSH的話 這個垂直和你TSH 一定會成這樣 可能有問題 就多了解 這很容易理解 那麼 如果說 這個 TSH心動實驗 反而要弱 性能就沒有死 那麼說 那麼 垂直和你TSH 對於萬一的TSH 所以你發生於TSH 所以你發生於TSH 並面過一再去一起 這個也必要更容易理解 過密理解是哪裏呢 延期是新反而直發 如果說這個病院是在秋朗的話 如果這個病院是在秋朗的話 秋朗無法 再次它的病理上下 秋朗無法 對於TSH 那麼這樣 所以就發生於TSH 這樣子 就是我們做檢討順利的 假動物減退 在公共地下 對於這類的患者 我們做這個TSH 心動實驗的時候 給予萬一性的TSH 你這個垂直是正常的呀 造成它應該是一個 TSH需要增加呀 但是我們說 這個假動物減掉的患者 這個垂直長期處於比較低的 TSH這樣一個環境下 它的TSH是反靈靈性 敏感性會削弱 敏感性會削弱 這個原因給予萬一的TSH 它有一個適應過程 有一個適應過程 它整個曲線 它最終當然還是個分別TSH 它是整個反靈性會延後 反靈性會延後 我們說正常的情況下 它這個 比如萬一的TSH 這個TSH的分別這個曲線 應該在60分之間出現了 但是 如果說這個病院是在秋朗的話 它整個曲線會後移 在60分之間出現 甚至在90分之間出現 它會整個曲線 這個原因就因為 長時間的低濃度的TSH 在於反靈性下 導致出一些對TSH的反靈性 明顯性削弱 延後 所以說 出了一個延遲性的 所以我們做TSH 去生存體驗 可以有效地來判斷 這個TSH 我們現在患者的病面部位 究竟是在哪裏 然後我們再度一個 相對一個展現的治療處理 我們今天要講的課 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